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又來到星期二正日 先說聲 不好意思 今天是比較適忘 所以今天 John Connor 最低限度 應該是Tony也是 節目會做得少一點 換句話 節數沒有那麼多 遲些才會補給大家 所以今天就盡量選擇 再精闢一點的新聞 跟大家說 上一節也有跟大家說 我們就是 今天 跟袁爸爸會變 很高興 也有機會坐下吃一頓飯 交流了意見 最簡單 接下來就是6月4日 英國會有六四集會 我們大家也會出席 六四集會 會在倫敦 所以希望 在英國的朋友 如果你方便 既然有空的話 我們就嘗試一下 可能就一起出席 中共就是不想 全世界的人 中國大陸的人 香港的人 就是去紀念六四 香港已經不再給你 集會了 所以我們身處在 海外的香港人 有足夠的條件 應該 盡量要告訴這個政權 我們就是繼續 紀念六四 悼念六四 甚至乎不是只是紀念和悼念 就是要出來告訴他們 我們還會繼續存在的 我們會繼續反抗 這個信息 一定要 告訴全世界 所以 這個是 很重要的一個 表態 需要告訴他們 這一節要講的 問題就是 跟病毒有關 這次根據英國媒體的報導 英國的情報部門 就是 打算再調查 這個 武漢實驗室 洩漏這個病毒 按照這個方向繼續作出調查 換句話說 現在西方世界 就是 對於 這個武漢肺炎的來源 就是會再次很認真 去調查 詳細和大家講的報導和分析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我們就是 雙頻道廣播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請大家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請大家努力點 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也就是 用無限loop大法 在你可以打開 電腦播放的地方盡量打開 如果你可以在 藍絲的地方打開 當然是最好 最理想 用電 一直播放節目的清單 讓他自動播放 根據英國 國每日電訊報的報導 說英國的情報機關 正在幫助美國 調查武漢肺炎 是否從 實驗室 洩露出來的可能性 根據法國傳媒報導這個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 就是在 26日 發表了聲明 就說 美國的情報界就是要加倍努力 去收集 分析 可能關於 2019年 冠狀病毒 COVID-19 的源頭 的結論 並需要在90天之內向他提交這個報告 換句話說即使是拜登上台 但是似乎拜登背後的力量 都認為 必須要對中國開始強硬 尤其是 在整個 武漢肺炎的疫情 換句話說 開始覺醒了 開始知道 這個病毒 其實 不是那麼簡單 另一方面 英國軍情六處 的前負責人 叫做迪爾諾夫爵士 英文叫做 Richard Dear Love 星期五的時候就是這樣說 現在的情況 很明顯就是一個 情報上的問題 如果中國政府 是不願意 去開放 那個原始的數據 讓大家去調查 英國的 情報部 和安全部 只能夠 就是用一個 鼓勵 中國 叛逃者 的方式 去瞭解 這個事實的真相 換句話說 英國的情報部已經說明了 如果你不願意提交資料 只能夠 向你那些叛逃的人 叛逃的人 只能夠向你叛逃的人 去追查 真相 其實矛頭就是 根本整個病毒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實驗室 所以換句話說 英國現在的官方立場 就是不能夠再忽視 關於 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可能 在實驗室裏面洩漏出來的 這個立論 他們現在就不能夠無視 甚至乎就是要向這個方向 再度調查 英國政府的一位高級安全 的知情人士 高級安全部的知情人士 也透露 英國的情報部 目前正在跟美國 的調查 一起合作行動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世衛的調查 一點意思也沒有 世衛已經被中共 操控著 世衛的專家 到了中國大陸 基本上就沒有可能做到任何 像樣的調查 簡單來說 英國情報部的說法就是認為 需要有更加多的專家 用科學客觀的分析 去嘗試 從這個 立論去做 真實的研究 過去 絕大部分的 科學專家 都是按照武漢肺炎 當成是自然起源 的方向就是做研究 其實 本身 這個科學的態度 其實就是未足夠 真真正正的科學態度就是要抽屍剝繭 認為每一種可能性 都有可能 再加以去研究 不過這個就會很困難 大家早就知道 中共 一早就會將 所有相關的證據 以及數據 盡量消毀 目的就是要避免 他們曾經 可能改造過 又或者研究過 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 的證據 不能夠流出來 事件 再大家 令人想起就是當初為什麼 澳洲 最早跟中國大陸 那麼強烈要反抬呢 其實最有可能就是澳洲 就是最早獲得 相關的情報 證實 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 就是來自 他的實驗室 最有可能的說法依然就是 病毒 是來自武漢的實驗室 但是 在意外的情況 洩露了出去 然後 爆發的地方就是這個 所謂的海鮮市場 這個似乎 就是最接近 最接近事實的真相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到 中共 一定會 用最大的努力把這件事 埋藏 包括他會動用他所有能夠動用的力量 一大堆大外宣 繼續 幫助自己掩飾 這件事 與此同時 美國的前國務卿 蓬佩奧 在星期六的時候也接受了 媒體訪問 他也就著 中國大陸 對於武漢 武漢肺炎病毒 進行的秘密軍事研究 發表了一些看法 他也說似乎 掌握著重大的證據 顯示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根本就是來自實驗室 他也在訪問上警告 如果世界再不管中共這種危險的實驗的話 實際上 不止COVID-19 隨時 就是COVID-20 COVID-21 COVID-22 COVID-23 也絕對 有機會會發生 蓬佩奧也在訪問裏面說到 他可以很肯定地說 他們知道 中國大陸 在實驗室 進行的這些實驗 跟解放軍相關 對於中共來說 研究病毒本來就是 就是他們 應該會研究的事 自從 共產黨執政以來 一直就是在做這些事 從來 都沒有停止過 軍事思想 一直就是把這些 當成 就是 超限戰的一部分 一直打算用病毒 嘗試當成戰爭 武器的一種 只不過這次就在2019年意外 洩露了出來 這個可能性 相當之高 最低限度 一定要 從這個方向 角度 調查中共 對於中共 不需要客氣 每一樣東西 從最壞的方向 去考慮 大家看看就知道 對於Tesla 每一樣東西 都會擔心對方是做間諜的行為 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中共 中共自己 每一天 都在想 如何做間諜的行為 所以中國大陸根本 從來就是想 將這些 生化武器當成武器 研究 不過當然 如果要 科學的精神 比較強 當然 應該就是要再去找多些充足 的客觀證據 回來 今天就是 會短一點 跟大家說到這裏 今天會節目比較少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今次說到這裏 拜拜